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讲到这个学习呢 在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功课还有养分 只是呢 每个人生阶段的任务及方向不尽然相同 我们今天呢 把学习的一个重点 锁定在青春阶段的青少年时期 来看一下呢 在这个阶段当中 你要怎么样去选择 怎么样去享受你的学习课程 我们最近呢 讲到的都是一个特色两个字 所以特色很重要 今天呢 有特别来宾好好的跟我们聊聊 在青少年时期 这个特色的一个学习过程 是如何的重要 然后如何的可以让你呢 很享受 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 长龙女中的蔡玉民 蔡校长 校长你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讲到长龙女中 非常非常有名 因为她的历史将近有132年 是 而且办学都非常非常的出色 那我刚刚有聊到特色这两个字 不仅仅是个人的行销 甚至在学习当中 也会很强调特色 尤其是这几年 很诉求的所谓的特色招生 我们是不是请校长来陪我们聊聊 什么叫做特色招生 特色招生不是针对学业成绩 特别优秀的学生 所举办的考试 而是针对性向清楚的学生 设计的升学路 让学生可以进入 优质的高中职就读 发挥12年国教基本精神 是才是所 所以它不仅仅是我们一般学习的 学科的一个部分 还有讲到一些性向 兴趣的部分 对不对 是 那一般考试都在什么时候 我们是在4月27号 星期六早上10点考试 那9点20就开始报道 我们总共有五大特色班 在美容科我们开设了 幸福魔法师 以及亮丽美妆特色班 在时尚造型科 我们开设了时下非常流行的 新娘秘书特色班 还有餐饮管理科呢 是茶饮文化特色班 以及观光事业科的 辅城古迹美食休闲特色班 我觉得观光啦 旅游餐饮休闲 这几年以来 会让大家呢 很好奇 甚至呢 就是变成说 如果真的有机会 去就业衔接的话 它是一个谋生的一个专长 那针对常用女中的 这个招生特色 这些班别 校长是不是可以 针对某一个部分 可以来聊一下 好的 在我们的美容科 我们已经跳脱出 以前的传统技术 对 结合现代时尚科技 我们在美法方面 我们有融入了 方疗美学 还有美容经营管理 时尚方疗 头部方疗 还有膳食营养 那在我们的亮丽美妆呢 我们也就是结合一些 月律美资 方向学的概念 还有媒体造型 媒体彩绘 那在现在的业界 非常的夯 所以说学生们 毕业及就业 那在餐饮管理科呢 我们也走出一条 小资的路线 这餐饮其实 越来越多元了耶 是 那这几年 台南市在观光局的 带领之下 也蓬勃地发展 所以我们就将餐饮管理科 内容拿出了一个特色 也就是 茶饮文化特色班 让孩子们 他们就能够 不仅能够创业 而且还可以 从这个特色班里面 了解我们的茶饮文化 那以茶叶为主角 来发想他们的创意 达到 不只他们在 未来的就业 而且 在课程上的学习 也更有特色 所以在课程上 我们加强了 茶饮文化的制作 还有茶道文化 饮食文化的 这些课程 那 在观光事业科呢 我们就结合 辅城的古迹 美食导览 结合旅游文化 民宿经营 还有行销技巧 让孩子们 能够非常快速地 就融入这些科别 而且 这常语中听起来 这五大特色班 我觉得都还蛮有兴趣的 而且还符合 现在的年轻朋友 可能为以后着想 都还蛮能够有所着力点的 那刚刚有聊到 就是特色招生的考试日期 如果错过的话 怎么办 大家不用担心 其实我们就是要 协助孩子 进入他喜欢的 这个科别 如果错过的话 可以拨打 062749514 2749514 或是 062740381 转203 我们有专人为您协助 或是直接进入我们 长龙女中的网页 您可以一目了然 人生阶段当中的学习 真的很重要 我们非常欢迎 如果在青春阶段 青少年时期 你真的想要找到你的兴趣 又可以好好投入学习的话 长龙女中 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那有关于 恰询那个部分 上网搜寻 还有打这个电话就好了 我们再次谢谢校长 谢谢 选记值 好好读 有前途 一记再生 翱翔人生 祝各位幸福愉快 谢谢 谢谢